等了一个月的酒精喷枪终于寄来了 买家准备开箱 结果一拆开简直傻眼 怎么会是塑料喷罐 消费者越看越生气 因为当初在网络下单的根本不长这样 网络广告号称微粒子喷雾 覆盖全面360度 主打美国原装进口 奈米蓝光雾化消毒喷枪 定价999元 但寄到家里的却是这个东西 结果一打开看到 整个傻眼跟这只一模一样 我换了999元 定的东西却是29块的喷雾瓶 自主防疫去哪里都要勤洗手喷酒精 但网购来的喷罐当事人指控 与广告描述的也差太多了 当初以价格观察 999元并没有特别便宜 以为卖的是真品 但说好的蓝光呢 怎么变成蓝色塑胶罐 实际寄来的这一组 在五金行用铜板价就能卖得到 网页不知道是什么广告系统 它是随机跳出来给你挑选 等到我下定之后 我再回去再更新那个FBA网页 那个广告就找不到了 发觉不对劲又找不到卖家 当事人趁着七天鉴赏期 把东西送往货运公司的营运所 成功办理退款 事后将精力PO上网 一心警戒持续延长 大家宅在家 网购机会也比以往的多 犯罪集团似乎也看准了这一点 渗透最夯的防疫商品 利用一页式广告来诈骗 拆封前中后 务必全程录影来自保 遇到问题迅速联系货运公司 别以为小钱就算了 冤枉承担诈骗包裹 TV的任务会运离节新闻是怎么的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